上流的時候,它就越能有角,然後越大 你可以判斷,這裡呢,如果我們用河流的長度來看 你覺得這一段是什麼樣的?是上、中、下,哪一個地方? 或者上、中的中間,或者是中、下的中間? 中、中的中間 好,對,你怎麼判定它是種?你的理由是什麼? 理由啊,第一個是延期大小,第二個是水流的流量,還有寬度 好,那延值大小,大家有看到了對不對?那水流的流量,那個吳大哥要不要仔細一下呢? 沒有啦,我是猜的啦,我覺得 你一定有依據啊,才能猜得出來,我們要來驗這裡猜得對不對啊 好,就是說一般來講,上游的話,它是擠水嘛,擠水就是雨水 雨水在廢流的過程中都是很小很細,很細小的 然後能夠有這麼大的水量的話,進行到了中游 很多細小的那個很細的滋流會在一起,才有這樣的水量 所以,我覺得是正式中斷 你的拍算是對的,先給他猜拍什麼? 不好意思 很厲害喔 不好意思 那你剛剛還講一個啊 除了石頭、水量,還有一個是什麼? 河道的嗎? 對,歡迎講 好,來,我們請一個人來猜猜 上游河道比較大,還是下游河道比較大? 下游吧 下游吧 來,可以猜猜看喔 等一下會有神秘小禮物 下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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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游,好,你的理由是什麼? 不是猜完而已,來 那有猜的 但是你一定有一個 你一定有一個品氣喔 下游 是啊,而且你看 這裡我們叫擠水區 就是一些雨水啊 那個還有兩邊的淨流水都會流下來 對不對 那是不是越下游,水就越擠越怎樣? 越擠越多 越擠越多 對不對 所以當然它河道就會怎樣? 變快 這樣 好,很好 那我們現在往回走了 好,請小心 好,請小心 我幫你 這一條一條似的 好,不客氣 這麼快 好,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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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到時候是先那個 不停 好,是 好,是